本人从2号收到MOS的通知,叫我在家隔离10天,是因为我的妹妹中了COVID-19。 然后我又收到MOS的通知,叫我4号去做Sort Death。 然后那个Sort Death的地点离开我家,走路要一个小时。 为了不害别人,所以那天4号,我跟我老婆,我儿子三个人走路去到那个地方。 后来我们知道了,原来不用走路的,你可以搭MRT,你可以搭BUS。 我想请问部长,我们要隔离,隔离是在家里,为什么我们还可以出去? 为了Sort Death,我们还可以出去搭BUS,去到那个地方? 是不是因为关这两个口? 你们政府讲的都是对的,我们人民讲的都是错的。 请你给我一些按摩。 不要讲太多了,我越讲我等下越生气。 越生气我就等下三字经都标出来。 谢谢各位。